我的修行笔记 一个灵魂飞到宇宙中的女人 十八 为什么说我们是龙的传人? 大家好,欢迎没有任何捆腹的,想学习宇宙真理的人和我一起来探索宇宙的真相 愿我的分享能给你带来喜乐的能量 昨天,我在一个公众号上看到有一篇灵性的文章,非常颠倒 那个公众号非常的大,我想可能有几万人在看 我看了以后,心情很沉重 这真的是到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末法时代 末法时代来到的时候,邪师说法如横河沙,像横河的沙子一样的多 大众愿意学习,可是不知道哪些资讯是真的,哪些资讯是假的 这是一个非常颠倒的时代 那些站在很高的位置,很大的平台和很大话语权的人,讲的不一定是真的 而真正的声音又是小小的,在坑里边,在很低的地方在呼唤,就是如此的颠倒 昨天我也和诸佛在说这个事情,我说,我在一个很低很低的低洼里边 我在说话,没有人能听得见,没有几个人能够相信 可是那些站在山上的人一直在叫,声音很大的那些人,又在说这些非常颠倒的话,真的是让我非常的百感交集 人们就像疯狂的蜜蜂一样,盲目的蜜蜂,东看西看,那些资讯,想寻求解脱 我会说,可是很多的资讯是注水的,不是真正的资讯 如果有人问我,哪些资讯是假的,我会说,哪些资讯是真的呢? 到底谁是真的呢? 比如说,就像我现在的这些资讯,还不是被很多很多的人所质疑吗? 我作为一个突破了这种身体捆绑的人,来到宇宙中,看到这些石像,知道宇宙的法则 知道宇宙运行的这种规律,最起码不会做一个骗子去欺骗 因为我知道这是人在做,天在看的事情,如果去欺骗大众,这是真的要下地狱的 我在以前应该讲过的,作为我们人类来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是有护法的 当你的灵魂在进化的时候,你的灵魂碎片和能量海的一些能量搅在一起 在一个特别空间里边,每个人都有护法 它是你的灵魂碎片,你的所思所想,护法全都知道,而且随时在做着记录 你的起心动念,还有你的所作所为,都在被做记录 把你这些讯息传送给能量海,你的命运,你的所有的都会跟随着这个能量 随着你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会发生改变 如果你做一些欺骗大众的事情,那就是作恶,这是一种颠倒 你的后半身会很倒霉,是非常不吉祥的 如果你懂得这个宇宇法则的时候,你是非常谨小慎微的 剩下的四分之三的人,虽然没有护法神在看,但诸佛都在看 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每一个生命 我们的状态就是这种高维的人类都在观察,都在看着我们 最起码我是不敢去说这么大的妄语来欺骗天下的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们如果学了这个宇宙知识,我们会像采钢斯一样小心,对因果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因为我们会很好地守护好我们的身与意,我们不去作恶,我们也不去起那些恶的念头 我们也不用嘴巴去造恶,这个是非常非常地关键和重要的 今天,有一个朋友问的问题很好,他在问龙族的问题 他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难道我们真的是龙的后代吗? 我们这个民族跟十二次元的龙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好的 有龙族,在宇宙地图上,你可以看到,他在我们那个宇宙地图的左上方 大概是,就是相似相对次元在十二次元 因为我们在说次元的时候,是在说能量柱上的宇宙地图的正中间的中心部分 所以,那张宇宙地图,那个龙的世界是相对次元 大约在十二次元左右 这个龙族对地球有管理权 所以,龙族的整个系统,它也属于东方的 所以,和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有非常深的因缘 龙族又分东西南北中,那龙族也有东方系统,西方系统 龙族的东方的系统,是正对着我们中华民族 所以,龙的种类非常多 我们现在,在我们古代的那个图腾上,看到的龙,就属于东方的龙 它对我们有管辖权 所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 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说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古代的时候,会说君权神兽,真龙天子 那是真实的 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是统治阶级为了愚弄人民 不是的 这是真实的存在 那些从古到今的很多的帝王,确实是龙来投胎的 他被授权,有这个权利来做管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真的是龙的传人 没错的,我们是龙的传人 我以后可能关于龙会讲的多一些 讲灵兽,讲麒麟,龙,讲凤凰,雪狮子,会多一点 也许哪天我想讲的话,我讲外星人也会多一点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